所以我請到過癮,郭忠祐先生 主席各位貴賓,我今天想要按消費立場 來幫助民間適合和經濟衰退的問題 剛才目前的問題,因為我們在商品市場充斥了中國貨 很多想要台灣製造的商品的人,有時候很難去找到 甚至我們要刺激台灣經濟的消費券 很多也在消費,不是在中國製造的商品 甚至我聽說消費券也可以在中國使用 所以我建議積極推動愛用台灣貨,要令台灣的運動 就是MIT的運動 要求經濟部製造的工會,制定MIT的Main in Taiwan的標誌 我知道很多美國的商品,上面都有印一個叫做Potherly Made in USA 對他們的商品的一種很驚慌,這是在美國製造的 所以我們來鼓勵這個 第二就是鼓勵這個媒長賣場設立MIT的專屬、專櫃 還是鼓勵成立在MIT的商店 第三就是我們鼓勵設立各種平台 包括網路 提供消費者更多MIT貨品的資訊 好,謝謝 感謝 謝謝以上這位貴賓的高見 我們這裡還有來不及發言的民眾 有包括陳毅旦先生、黃榮春先生、高先生、施朝鮮先生、陳靖亮先生、陳之韻先生、附血英女士、湾桐田先生 以上智慧先生的發言單我們會公佈在這個上網公佈 上網公佈,因為時間的關係來不及發言 那最後我們請台上五位每個人給三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給三分鐘 時間 好不好 好,那麼我們還是這個 這個 好,我們那個,柳主任,柳主任,你先開始啦,三分鐘 沒有,你不說也沒關係啦,你就 好,那我同意張醫院這邊啦 呃,今天很高興的參加這個會議 呃,我覺得剛剛,呃,我還有一個想要呼應的,就是說,剛剛新秉龍新教授有提到,呃,當台灣如果未來,呃,景氣復甦之後,台灣的就業形態,或者什麼樣的形態,政府一定要預作因應 比如最近很多科技公司,有那種集單效應,接到很多集單,那我自己在南科那邊所聽到的,就是很多廠商都在思考,呃,我怎麼樣,就是說,要把那種正職員工變成暗喻記仇的員工,好,換句話說,我今天有訂單,然後我就給你薪水,沒有訂單,那你就沒有薪水,台灣很多這種正職的員工在以後,可能會面臨非常悲慘的情況,就是,很多行業都會像7-11一樣,連科技業都不例外,好,所以我想這一次的這個不景氣,事實上,對於台灣整個勞動體 是一個非常無情,非常大的破壞,非常大的破壞,那那個,所以覺得很多政策要怎麼樣去未雨酬謀去做因應,比如像勞動派遣法,事實上卡在立法院已經卡了非常長久的時間,那這一次台灣整個失業浪潮呢,我們看到派遣員工是首當其衝的,正職員工可能砍了3%5%可是派遣員工可能砍了50%60%他們到目前為止,幾乎是完全沒有任何法令來保障他們,所以想這種在法令上面,如何趕快去, 去補破網,也是我們在未來,一定要趕快去做的事情 好,謝謝 剛剛有提到 剛剛有人提到這個 MIT的問題,就是說 事實上這次的歐巴馬的刺激經濟的方案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爭議就是這個,在參眾兩院討論的時候,有要求說,政府的這個刺激方案裡面的錢,所花的錢,要優先採用美國貨,最先是談鋼鐵,如果公共工程鋼鐵一定要美國製造的 好,那麼這一類的爭議引起很大的這個爭議,那麼在至少美國人,美國就後來最後通過的決議是比較比較緩一點,他就是要符合這個WTO的規範,跟其他他們所簽署的這個貿易協定底下,要優先使用美國貨,這樣他也不違反國際的這個規範,但是要優先使用這個美國貨,這個大概是呼應歐巴馬總統競選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口號,就是要購買美國貨了,但美國人已經這麼想了,那這個,他是擺明的講,就是希望鼓勵,政府的支出要鼓勵這個買美國貨,那麼中國政府啊,是比較來陰的啦,因為如果大家都買美國貨,就沒有人買中國貨了,那他要怎麼擴大內需,他要擴大內需,所以他是比較聰明的,那就是說,推動家電下鄉, 因為以中國的這個經濟水準啊,他可能,他可能買到的就是中國貨,不可能就是買這個,太高階的外國這個產品,但他是從刺激的,他是從他選擇的項目裡面,去選擇這個,那麼台灣的問題就是,嗯,非常糟糕啦,就是,就是說完全沒有去思考這個,最近我看到這個送到,比如說,舉例子講,我們要刺激內需這個消費,我們消費現在根本,這個, 這個華行還舉辦這個,消費券還可以補貼,便向就跑到國外去旅遊,這個不知道他效果在哪裡,最近我看到有一筆啊,送到立法院的預算啊,十億,十億的錢啊,要買這個監視器,監視器,那我就不曉得,二十億嘛,我看到那個數字啊,這十億啊,不曉得,那這個,這個,這個東西就是非常特殊的,你解決就業的這個, 這個問題,不去解決,那把這個拿來,啊,來處理那個治安問題,啊,這個東西能刺激什麼經濟的效果,那麼他這個監視器,啊,是非常有問題的,你不如把這個錢就拿來,雇用這個失業者,成立社區尋守隊,將來可以變成保全業,還,說不定還比較有價值一點,啊,好,這簡單,總,總之,這個政府要怎麼去做這個,這個,刺激,啊,這個,內需,讓內需擴大,應該想辦法來,啊,動腦筋來這樣想,並不是錢花,就花, 下去,美國人說的就是說,哎,去,哎,減稅,去補助大家,去買韓國貨,韓國的這個電視機跟汽車,那對經濟,景氣有什麼幫助,那你看馬政府就提出來,補助,汽車也,啊,這個很奇怪的一個政策,啊,好,謝謝, 謝謝,劉教授,喂,那剛剛其實,啊,台上台下發言,我認為都很有公視,第一個就是,啊,真的要聞身就苦,站在這麼多人民,陷入這個困境,要站在人民的角度,啊,解決人民的痛苦,第二個是,大家都,啊,認識到一點,就是我們的產業結構有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更平衡的, 啊,發展,像農村,生活品質產業,服務業,啊,這些恐怕都是很迫切的,啊,要趕快去調整,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的提升,啊,啊,我們,我們現在啊,讀到大學,讀到碩士,還不能畢業,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啊,我們要趕快調整,把教育跟職場接軌,我們目標應該換在高中畢業,就可以就業,啊,就有就業能力,那麼特別呼應剛剛,毛振輝先生的,啊,這個,提出的,啊, 外勞政策,必須要,重新,啊,調整,啊,我一直認為說,外勞一進來,我們不應該歧視,應該給予,啊,國民待遇,但是外勞要不要進來,這是國家政策,啊,要不要進來多少,這是國家政策,啊,要不要進來多少,這是國家政策,啊,那這個不是,啊, 請,請教授